调节刀具请佩戴手套 以免刀具伤手 每次调节压刀螺丝时需停机工作 用我们出厂时配备的扳手来调节刀具两侧的螺杆 使螺杆下压切断辣椒松开两侧的螺帽 新机器刀具一般是空转状态 没有接触上输送带左右半圈慢慢去紧螺杆 当接触上之后 打开机器启动开关 可以放辣椒 去试切此时的辣椒如出现切口 继续紧螺杆使其下压 再次开机试切 观察是否出现切口 如已经出现部分切断或少许镰刀 则再次谨慎调节半圈放辣椒时 注意观察左右刀具 如果右侧已经切断 就固定紧螺帽 不再调节 继续紧左侧螺杆 待辣椒完全切断后 将螺帽全部锁紧 完成调节 在后期加工中 发现镰刀增多 可观察 适量再用此方法调节 谢谢观看 有问题继续微信咨询